去把電流看成一個廠原 那是一小段電流 電流一直流,它的大小都一樣 電流是每一秒穿過去的電核數 那每一秒穿過去的和每一秒流出去的 是一樣,所以電流的大小一樣 但是我們會取它一小段 一小段的貢獻 那這一小段叫做DeltaO 所以微小的電流單元意思就是 電流乘上一小段長度 然後sinθ 那sinθ為什麼要乘sinθ 就是由這張圖去解釋 那麼我們最後就再加上平方反比率 這一小段造成的磁場貢獻 就一小部分的磁場貢獻 就寫DeltaB 它就會正比於這樣 那你加上一個常數項 就可以把正比寫成等號 那各位有學過外基,數學課的外基 那剛好就是說 這個DeltaL sinθ 它其實剛好是跟R 剛好是跟R做外基 所謂的R就是 所謂的R就是 所謂的R就是這個 那一段 從原心算到你想要知道的那個位置 這個叫做R 那DeltaL DeltaL crossR DeltaL crossR剛好就是磁場 對 DeltaL是向上 這個紅色箭頭是向上 就是DeltaL 這時候我們已經可以給它加上項量 然後R也是一個項量 那 DeltaL crossR R是朝那邊 DeltaL crossR剛好就是磁場 剛好就是磁場 所以 所以 其實你可以把 這個Lsinθ 看成是這樣子 L YL YL sinθ 可以視為 YL YL 然後 乘上 R向量 但是是單位向量 的大小 的大小 然後再乘以 Sideθ 各位有學過單位向量嗎 這個大小之一 單位向量 單位向量意思就是說 我們如果有一個向量是 這樣 這樣 假如它是4 3 然後這個是R 那它的單位向量 那它的單位向量呢 就會是 用它 它會是大小是1 就會是 5分之4 5分之3 它只包含了它的方向性 但是 這個R 它的大小是1 因為你把這個 平方箱加開根號 就是1 這邊平方箱加開根號是5 然後你再除上5 就會變成1 所以這個叫做單位向量 單位向量只包含方向 只表示方向而已 不表示大小 所以說它的大小就是1 它永遠大小都是1 它只是表示這個R向量的方向而已 各位有沒有學過單位向量 有學過單位向量嗎 可以回應一下 有或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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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 所以 你就可以 直接把 djL sinc 就直接看成是 它其實是djL 乘上一個單位向量 反正單位向量是1 那所以你 你這邊 多乘一個1 沒有關係 那再乘上sinc 那其實這整個 就是一個外積 這整個就是djL 像量 和R單位向量的外積 所以最後你可以把djL 定律寫成 然後 我們就寫慢一點好了 我們再把它寫成像量 這邊就可以把它寫成了djL 然後 然後 djL 然後 然後 djL 然後 djL 可是 你又再把 這個b 考慮進來 這個 磁場的方向 剛好 剛好就是l xR 剛好就是l xR 所以 最後就變成了djL djL 的方向 的方向 有加上向量 那就是m0 除以4π 然後乘上 乘上 乘上djL xR djL xR 的向量 單位向量 然後除以R平方 前面再加一個i 就變這樣子 這就是BioSafa 變率 那 這個m0 它叫做 真空中 磁導率 就類似庫倫常數這樣 它的單位 它的值 是4π 神上10的 負7次方 然後 對 就這樣子 我看一下它的單位 赫斯拉 公尺 除以安培 好 就這樣子 那 這就是BioSafa的定律 那就像是我們的庫倫定律一樣 你找出了一個 一個點電核 造成的電廠 然後你把一個 帶電物體看成 看它的點電核的分布 然後去對某個點 的電廠影響 全部加起來 那就是你最後得到的 總電廠 那磁場也是 就是你 找出其中一個 微小電流單元 對某一個點的磁場貢獻 然後 再把每一個電流單元 對它的磁場貢獻 全部加起來 這樣就會得到總磁場 那我們這裡要介紹幾個 常見的磁場的公式 第一個是 長子導線 我們有一個 方向的磁場 不同的磁場 然後再給我們 看看 我們看 在去的 有kich 我們會看到 這個磁場 是 我們這一個 我們可以去描 我們可以去描 這個磁場 這個磁場 無限長子導線沒有辦法推導 因為它需要用到微積分 無限長子導線 就是這個上去 繼續延伸到無窮遠 然後這個下去 繼續延伸到無窮遠 然後中間有電流流過 中間有電流I 這樣 那你如果是從 BioSafa電力的觀點來看 就是這一小段 對它有一個貢獻 然後 對它有一個 R 然後這小 第二段 也是對它有一個 R 第三段也是 第四段也是 那每一個R都不一樣 而且 每一小段 你如果都看成DeltaL 雖然說DeltaL方向都是向上 可是CrossR CrossR下去 你的角度不一樣以外 這個長度也不一樣 這些都是R 我畫得太 可能太細了 畫粗一點 這些都是 我們的 這個R 那你如果要用BioSafa電力來算 就是DeltaL DeltaL 很多段DeltaL 那每一段DeltaL CrossR 然後在這一點造成一個磁場 那去把這些磁場 這些DeltaL 對它的磁場貢獻 全部加起來 就是這一點的總磁場 可是這個沒有辦法 用高中程度來算 因為 因為 角度不一樣 角度這個地方很接近直角 然後這邊又不是 這邊又越來越 越來越陡 越來越像銳角 對不對 到這邊也是DeltaL 可是DeltaL CrossR 這時候的角度跟這邊的角度都不一樣 而且R也不一樣 所以它其實是 不斷的在連續的變化 那不斷的在連續的變化 這需要用到微積分 所以在高中階段 我們沒有辦法去算 它需要用到三角函數的微積分 那各位可能只有水多項式的微積分 比較沒有去學三角函數的微積分 它還需要代換 所以我們這邊就不會講它的推理 直接就把它的結果告訴各位 它的結果是 你只要是距離它 距離導線 距離導線 垂直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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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πR 分之μ0 π 就這樣 這個就是無線長 直導線的磁場 為什麼會說是無線長 是因為 如果我只有這樣一小段 然後這樣子 這上下沒有無線長 那這樣的話 它的 市場貢獻 就只有這樣 就是 電流I 然後 對這一點 對這一點 對這點的貢獻 就只有這樣而已 它這個 跟這種情況是不一樣 這種情況是一直加上去 一直加上去 那公式不會長一樣 這個就會跟你的長度有關聯 那你看我們這邊其實沒有跟長度有關嘛 跟這個到底有多長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式子是用在無線長的 那你可能會說我們日常生活中哪裡有無線長的導線 那其實只要近似無線長就可以了 怎麼樣去近似無線長呢 就是這一點跟導線之間的距離R呢 比起導線來說是很短就好 比如說這點是5公分 然後導線是1公尺 那差20倍 其實差不多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不只喔 5公分和20公尺是差200倍 5公分 5公尺和 5公尺和 5公分和20公尺 我剛剛是說20公尺 10公尺 算了 重來好了 如果這個是5公分 然後這個上下是2公尺 那就是 40倍 那就是40倍 那其實差蠻多的 也就是說你要上下這個非常的長 然後這裡盡量短一點 這樣你就可以用這個公式 我們沒有要算題目啦 所以就只是介紹一下 那接下來第二個是 可以用這個 BioSafa定律來推算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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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有 感谢观看 好那趁黑板在干掉的同时呢 问各位一个问题 请问黑板左边的这个黄色的这个公式啊 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用 就是电线的长度跟 反正各位自己叙述看看 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用这个公式 打字应该不会很慢吧 各位叙述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下 条件下你才可以用这个公式 这一点跟电线是越近越好 越远越可以用这个公式 这一点跟电线的距离啊 是距离很近的话才可以用这个公式 还是距离很远才可以用这个公式 另外两位呢另外两位 还有简直解呢 好那其实是近啊 因为它是要无线长才可以用 那怎么样才是比较像无线长呢 就假如说这里有一段导线 那你如果很靠近它 你如果很靠近它 你就会觉得这导线很长 你如果很远离 很远离它 你就觉得这导线很短 对不对 你如果远方远方有一个十公尺的电线杆 可是你从很远的看它是一小段而已 那你走很近那个电线杆就很长 可以可以体会吗 所以你要很靠近这个 这个你的你想要算磁场的这个点 它越靠近导线 你越可以用这个式子 那当然你的导线不能太短 这都是相对而言的 也就是说R相对于这个长度L 要很小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式子 你可以说 这转弹长度叫大L 那无线长指导线就是L远大于R 这样了解吗 可以回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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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再来是导载流线 载流圆形线圈 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个线圈 是长这样子 当然它可能要接出去 才会有电 但是你可以让它几乎是绕成一个圆 那你就可以忽略 忽略这个接出去的地方 那如果说这个线圈上面有电流 那我们想要算 我们要算的比较不会是旁边的点 因为线圈具有对称性 那在高中如果比较容易的数学的话 我们会是注重于它的圆形 圆形上方的点 我们注重的是这个点 我们比较不会去算随便一个点 随便一个点有点难算 我也没有算过 我们注重的是距离圆形 然后高度 高度是 高度是B 高度是B的一个点 那这个圆的半径呢 是A 这样子 那这个可以用BO SAFA定律去推出来 这个叫做 环形 环形 线圈轴上 有这一点 那我们可以假设说 电流是 从后面流到前面 从前面 流到后面 这样 那我们 这一个点呢 它的电流是粗黑板的 那这一点 对它的贡献呢 就是 丢下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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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子 它是一个圆形 然后这一小段 丢下L 丢下L 要closeR closeR R是这样 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R 那 丢下L 是 这里有一个圆 然后 圆的切线 圆的切线方向的一小段 所以 丢下L的方向是朝着各位 然后R的方向是朝那边 所以丢下L 所以丢下L closeR 丢下L closeR 那其实 磁场会是 这样子 我画 画的不太好 刚刚刚这边应该要预留一些位置 刚刚这边应该要预留一些位置 一个环形线圈 然后电流绕到这边的时候 丢下L 是这个方向 一小段而已 然后R R 是这样 所以 R R 是这样 丢下L 丢下L クロースR 丢下L 你对丢下L 丢下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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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也用黄色 对丢下L 代表是它的贡献 谢谢观看 我写BL 意思是左边 因为这里是左边 所以我就写BL 所以这样就是 这个是L 刘海银的贡献 然后再来是右边 因为它其实是对称 对称的 所以你这边也会有一个贡献 这边就进入黑板 刘海银进入黑板 这个我们刘海银叫做 右边的 所以叫刘海银R 刘海银R 那它的距离这边 距离也是这样子 所以这时候是 绕绕绕绕绕 然后绕绕进去的时候 刘海银 然后 所以它的磁场就长这样 所以这两边 对称的这两边 对这里造成的磁场 刚好是这样子 那这两个大小又一样 因为是对称 大小一样 那 方向不同 这两个要做向量合成 合成完 会跑出去 会跑出去 那我们 就不要画合成完 我们就只是把它的分量 分解出来 好 这是它的分量 以及蓝色的 这是它的分量 这两个分量 要叠加 那你算其中一个乘以2 就可以 我现在没有画得很 很一致 应该两边的角度 要一样大 那等一下 等它干再处理 那重点是在于 它到底是口塞还是塞 这个 到底是口塞还是塞 那我们习惯上就是 会以这个角为 θ 会以这个角为θ 我们叫它φ好了 为了不要让 不要跟这个公式的 这个sinθ去混淆 所以我们叫它φ 那这里如果是φ的话 这个又是直角 这个又是直角 因为我们的LxR LxR R是外积的 外积完的向量 一定跟外积前的向量垂直 所以这边是垂直 那这里是θ 那这里是θ 折 这里也是θ 那可是这边是垂直的话 那这里就是θ 所以最后的在距离原心 高度B的地方 它的磁场 就会是 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的话 就会是 μ0 除以4π 然后去乘上 π 然后直接成sinθ 可是sinθ 是90度 因为今天 djL和R是垂直的 R是这样子 然后djL是粗黑板 R是在黑板平面上 R是在黑板平面上 而djL是粗黑板 所以它们两个是垂直 那我们这个θ 那我们这个θ 是 djL和R的 夹角 所以这边其实是sin90度 然后除上 R平方 那 这里 就要在乘上cos5 乘上cos5 这样子 然后最后 要再乘以两倍 最后要再乘以两倍 好像不用乘以两倍 抱歉 不用乘以两倍 而是 要让它绕一圈 要让它绕一圈 因为也不是只有这两个 这两个点 它绕绕绕绕绕 这个情形又圆 那它这样子绕绕绕绕绕 绕到这边的时候 自然而然 就会算到蓝色的这一部分 然后再绕绕绕绕绕绕绕回去 所以它其实是要绕一圈的 那这个它是有一个 以中心轴为对称的 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我们 其实只需要改的 就只有DHL 把它改成2πA 把它改成2πA就可以了 因为DHL就是这一段 环形线圈的一小段 那整段环形线圈 就是2πA 所以最后呢 B就会是 μ0除以4π R去乘上I 再乘上2πA 然后除以R 这时候这个R呢 你可以把它写成 就是A平方加B平方开根号 这样子 所以这里会写成 A平方加B平方开根号 再乘上cosφ 那cosφ刚好是R分之A 其实我们这边太快 把它开根号了 我们这边应该还要留下R cosφ cosφ是斜边分之零边 所以是R分之A 刚刚这边还留下R 后面这边要乘以cosφ 所以是R分之A 这样子 应该没有错 应该没有错 那最后就是 变成了 我们这里的2π和4先约掉 所以变成了μ0I 再去除以2 然后剩下这边是A平方 底下是R三次方 R三次方 那我们刚刚说R可以写成A平方加B平方开根号 所以最后变成了 2分之μ0I 然后A平方除上 根号 A 不是 不是根号 因为它是三次方 就是这一个 再三次方 所以是2分之3 2分之3次方 所以这里是A平方加B平方 然后2分之3 好 这是最后的结果 好 这样子 这个就是环形导线的轴上 这个就是环形导线轴上的磁场 那如果说你要环形导线的中心 就只要把这个高度B带入0 你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环形导线轴上的磁场 那如果你让B等于0的话呢 你让B等于0的话就会是 把B带入0的话分母就会变成A平方再2分之3次方 那就会变成A3次方 那A3次方和A平方约掉 最后会变成2A分之μ0I 这样子 我这里可能要分界一下 这样才会跟上一个去做 做区分 可以吗 有没有哪里不太了解 你可以直接用语音 没有什么 没有不了解的 这么厉害 怎么还会来重修 那除了刘靖轩以外 其他同学 三位 其他三位 有没有哪里卡住 要赶快回应 不然我就以为你们在挂机 罗威依你说我 所以你要问什么问题吗 还是说你说我的意思是你在挂机 那简子姐和成绩者呢 成绩者咧 哈啰 成绩者 应该 应该 没问题 那你觉得你迟疑 你会说应该 应该就是你有迟疑 那你有哪边迟疑的 你可以直接说 用语音可能会比较快 有没有想要问的 我再两分钟就要下课了 所以我们自己 请说 刚刚是谁有要用麦克风说什么 可以说啊 我还在理解 你是成绩者吗 那我重复一遍好了 成绩者你可以 所以 这个其实不需要理解 这个背起来而已 那 那我再问一次好了 因为刚刚有问过 但是有的时候 就是要反复的复习 好 请问我现在手指的这个公式啊 它是在 这个距离 距离导线远的时候 才会准 还是说距离导线近的时候 才会准 近 好 我其实是问大家 不是只有你 好 谢谢你回答 其他同学呢 我留进去 一开始就退了 那 到另外两位呢 作为一和兼子姐 对 可以吗 这个 这个公式 它可以用在 当你的距离 距离导线 是远的时候 会准 还是说距离导线 近的时候 会准 对 好 那我们这节课 先到这边 休息十分钟